我覺得警方的立場其實還可以是再可以強硬一些 還有我自己覺得的策略如果只是驅散 我覺得都未必是有效 他跟你打游擊四周圍走的 其實將整件事拖長了 6月12日當時其實是用了一些更高的武力 例如這個bin bag 和這個塑膠子彈 如果你看回昨晚那些人扔磚頭 扔鐵器 其實和旺角和當日在立法會 其實在立法會外我覺得分別不大 其實如果我是現場指揮官 我自己都會較為傾向用一些更加高的武力 有人犯了事 走了進去一個地方 那我們是徐保安良 我們是維護法紀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責任要去抓人呢 還有一件事 如果他們是有這樣的意思 很可能進去商場 是破壞了商場裡面其他店舖 我們都一樣有這個責任的 所以我覺得進入商場裡面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是磨一口飛的 在妳的地方 他們在一起 有這個方法紀念 封面貌 跟我們走進去 在那道具 打進去 私在那道具 那道具 我其實是 我可以跟我說 因為我都能找到 感谢观看